刚刚不是说没有 现在刚刚有做饭吗 有跟民众的工厂职做吗 药局那个烘台跟囤居口罩一室 今天我们配合试调处还有地检署 然后卫生局来做相关的稽查 那业者他也非常配合 开放一楼跟这个卖场的现场 跟二楼的他的住家空间 那我们去查 目前是没有查到口罩囤积的一个事实 那有关业者的部分 诚信药师目前已经陪同这个警员 有警员陪同到地检署去做相关的一些案情了解 那他经过大开采有问题吗 这个提到说有跟屏东工厂合作 所以确实目前要了解有这部分的问题 那个药师是说 因为那个爆料的人 跟他喇叻 所以事实上他也只是在跟他虚拟尾移去做应对 没有屏东要那个口罩工厂这一件事 那之前有这个翻售 已经翻售出这个所谓几十万口罩的信用 我们查他的相关的一个进货资料 是没有报宅所讲几十万的口罩 大概都是在过年前零星进货的一些资料 他是有像两家这个医疗器材公司去进相关的口罩 那口罩的数量大概都就是零星的核数 就是二到十几核不等 所以看来是销货的资料是没有异常的状况 所以他一个卖如果真的有卖一个卖十五块的情况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他这个相关十五块售价的部分 只有看到竞价的部分是就是一盒五十块 资料是广告五十万的指数 是一盒五十五块的道理 是时候是一盒五十多的的达哪 不便宜我现在有一个人都已经有了 是一盒五十五块的路线 是一盒五十五角的路线